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許國勇 歡迎收看《轉告第一勇》 國會擴權的副議案 今天是第二天全院的委員會 行政院長卓榮泰 法務部長鄭明謙等等官員 依舊前往立法院 來接受朝野立委的質詢 不過經過昨天 一整天的質詢站下來以後 站在那裡 還有打仗的站也站在那裡 全部在那邊站 大家發現卓榮泰院長 哇 他的實力不容小覷 非常的厲害 包括傅崑啟宜 黃國昌等等委員 都在質詢的時候 吃到快吃到的苦果 那到底卓榮泰院長 能不能扭轉藍白尾 立委員等等 對於副議案的反對呢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啦 是不可能啦 不過我們看到今天 質詢的時候 莊瑞雄說 他將成為任內最多 副議案的行政院長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又怎麼來看接下來的發展 也就是說 換句話講 國民黨有很多的法案 可能都是自愛難行 所以行政院才會 可能會提很多的副議案嘛 也有可能副議案被否決以後 那就很多的視線案 所以這個發展值得大家來關心 我們再看南白陣營民調直直弱 柯文哲發現事態嚴重 他的民眾黨搞不好都這樣子被玩完了 現在傳說他為了停損 黃國昌變成了賦水組織的這件事 所以他找黃珊珊 像大家來講財化法的這個問題 想要用財化法來移轉 或者來表示他們民眾黨是一個 有思想的一個政黨 不過這個思想有用嗎 還不是跟著國民黨一起投票呢 所以大家在問那換句話講民眾黨真的遭遇到了 所謂黃國昌的關門者 這整個的問題會讓民眾黨就此關門嗎 大家都在看了 相關的議題值得大家好好的來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說明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林楚音 楚音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政治學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師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台北市議員 洪建益 建議 永哥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資深媒體員 陳東好 東好 永哥好 大家好 還有政治評論員 余美美 妹妹 永哥好 大家好 再來我們的新美市議員 呂佳凱 佳凱 永哥好 大家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最有趣的 今天大家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為什麼葉原資突然間 好像吃了黃國昌的病毒 是不是 突然間咆哮起來 立法院狹路相逢 抱口角 會動用警察權 葉原資 王定宇 互嗆三分鐘 三分鐘 國事論壇也不過才三分鐘 可以講多少事 兩個人罵了三分鐘 到底在講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個相關報導 警察權只能在院內 你確立民眾 連警察權有不清楚 不要造謠 不要造謠 造謠的委員 只會造謠 只會造謠 你會造謠 我已經 立法院走廊上 突然傳出陣陣 咆哮聲 原來是國民黨立委 葉原資 槓上民進黨立委 王定宇 我說警察權是保護院長 他說我說警察權驅离民眾 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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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說警察 大被罷免 怕就要死 造謠王 一個台南的民進黨立委 說要罷免板橋立委 民進黨就搞政治鬥爭 莫名其妙 大家知道罷免 兩人臉貼臉 互噴口水 從警察權 誰造謠 再扯到罷免 越說 火氣越大 甚至一度動手互推 你拿菜 我叫你拿菜 我叫你拿菜刀切西瓜 你說我拿菜刀殺人 都有拿菜刀 我說警察權是說保護警察院長 王定宇就是造謠說 我說警察權驅离民眾 但是警察權只有在院內 結果王定宇說我要警察權驅离民眾 實際上 兩人吵得如此激烈 就是因為葉原資不滿 王定宇剖文炮轟他建議 韓國瑜應該動用警察權一事 質疑他難道是要警察來驅離民眾嗎 兩人在立法院小路相逢 對罵將近五分鐘 最後王定宇氣到甩頭走人 立法院議場內吵覆議案 場外兩人另闢戰場 其實藍軍有很多立委都是天才性的立委 所謂的天才那當然是諷刺的話 你看看今天葉原資突然間去嗆王定宇 他說王定宇你指揮照耀啦 我說警察權是要保護院長啦 然後呢你王定宇卻說我啊 說警察權是要驅離民眾 我沒有說啦 王定宇說葉原資是怕被罷免才不敢承認啦 我已經請律師提告 你就慢慢表演吧 為什麼葉原資有沒有講過這個話 有 看看這個 韓國瑜上次遭律員們鎖門 葉原資說有建議動用警察權 看到沒有 記者訪問他的時候 他講得很清楚 所以葉原資突然間衝過來咆哮 王定宇說我以為葉原資傳染到黃國昌的病毒啊 所以一直吼叫 葉原資進一報啊 有建議動用警察權 就在這裡啊 怎麼會沒有呢 所以顯然的葉原資 這個動作沒有那麼單純 他為什麼別人不找 去找王定宇 為什麼別人不說來說 這件事情 表示動用警察權 這件事情引起全民的憤怒 很可能 然後他找一個人移轉焦點嗎 所以就找一個身量也很高的王定宇嗎 所以大家來看這個的時候 那為什麼他會緊張 因為青鳥被藍白粉 酸說沒便當 人少立委網友剖圖接真相 你看這麼多人 晚上五千人響應 頂高溫大禹 用立法院外上民主課 所以網友就講啊 你們到底知不知道青鳥們 大多都是要上班的 要上班的一般人 所以王定宇也分享了這個畫面 當然一大早可能沒那麼多人 可是下班大家都來 所以民眾立法院外臨雨關信覆議案 左榮太說於心不忍 國外改革 攸關國人權利的親愛 左榮太說我必須接觸每個人 所以換句話講 從這個事情可能葉原制被罷免 到青鳥的集結 今天還會再集結 然後一直到國會的答詢 傅君旗播錢格魁 指的應該是蘇貞昌吧 答詢影片問是否為藐視國會 左榮太妙答說 花蓮縣政府的質詢也很精采 然後所以大家就講說 大家是不是小看了左榮太 傅君旗嗆聲被迴一句 立委說找到反制藍白 惡搞的方法了 為什麼 請不要超過執行範圍 所以蠻有意思的 所以黃國昌怒嗆 左榮太插嘴的時候 那有律師說 左榮太回答的四平八穩 無法剪出黃國昌 想要電報的影片 黃國昌問題一堆 所以從這裡來講 我們看到了整個青鳥的集結 似乎也讓藍軍的立委們緊張了 怕被罷免 還有想要表演又被嗆回去 所以怎麼來看在立法院的表現 我想先講一下 我們的這個卓院長 他這兩天的表現 真的是非常好 那麼我覺得藍白的委員 真的都是完全就是看不到人 不認識人 因為你要知道卓院長 他過去當過立委 當過臺北市議員 然後做過民進黨的當主席 當過行政院的秘書長 等於是說對於整個立法院的狀況 他是非常瞭解 甚至於對每一個立法委員的過去 跟現在的表現 他也非常瞭解 所以他常常可以四兩撥千斤 或者是像許巧新 或者是幾個國民黨的委員 會設陷阱提給卓院長的時候 他都會直接跳過去 或者是直接用另外一個問題來反答 比如說像 面對明天要投票表決覆議案 不論是李燕修或王宏威 都會直接講說 你覺得可不可能過 那卓院長都會很仔細的直接說 我很珍惜你這一票 就是完全都不會跳進陷阱 但是就是因為在質詢的這兩天 根本就是一個政治招妖境 看出了藍白立委的荒謬 還有這些法案 就是在找人民的麻煩 那變成是說 他們沒有地方可以找麻煩 沒有地方可以有機會 去檢出那種行政團隊 不知道如何是好 這個我們大師兄真的是卓院長 真的不愧是在政治歷練上很有經驗 檢不出他們手足無錯的時候 像剛剛提到 為什麼立法院會上演 這個一大早就出現葉元支 跟王定宇的這個場面 我認為就四個八個字 應該就是說轉移焦點 拉高對決 因為第一個是葉元支在五月二十一號 他自己接受中天訪問的時候 說要動用警察權 當時其實五月十七號 因為我們在衝突當中 撲馬從這個議場當中掉下來的時候 民眾就開始已經覺得氣噗噗 很生氣 那麼二十一號就傳出他們要來立法院 葉元支當時接受中天訪問的這個影片 其實就有傳出去 很多民眾是有看到 覺得說你居然要動用警察權 是要對我們嗎 所以民眾為了這個 甚至於二十一二十七 二十一二十四的集結 有一部分除了是要幫民進黨打氣 覺得撲麻將摔下來 暴力對待 也覺得說藍軍的委員 國民黨的委員 你是不是想要對這些民眾來動用警察權 要施以一種警察的武力嗎 所以他們已經很生氣了 那這個在網路上其實對葉元支是非常不利 尤其是他被列為是這個罷免前幾名的 那麼今天早上這個場景 我幫大家來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立法院有一條連線街 是在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的黨團前面 那麼葉元支要準備接受 這個電視台的連線的時候 王定宇剛好走過去 他就故意講很大聲說 王定宇你不要造謠 王定宇一聽到講說 你怎麼可以要連線 因為我們要連線的時候 可能這個畫面都已經放出去了 王定宇就直接跟他理論說 我哪裡有造謠 我什麼東西造謠了 就是你看到的這個三分鐘 那他們在爭執的部分 其實就是你到底有沒有講 動用警察權這個部分 王定宇有說 我講說你有動用警察權 你也有說 但是沒錯 你不是在臉書說 可是你是在電視上面講 那更不得了 整個就是傳播出去 好那我為什麼說 他是轉移焦點 第一個是轉移他罷免的焦點 再來就是他擔心被罷免 所以他要針對拉高藍綠對決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就是一個網路炒作的方式 動用警察權葉元支 大家如果去搜 這個關鍵字 葉是可以馬上跳到上面 但是他現在找一個流量 跟他 甚至於跟他比他好 或是流量也是 民進黨內的流量王 來吵架 就會變成是 今天的關鍵字 就可以轉移焦點 而且拉高變成是藍綠對決 變成是葉元支 王定宇 那這樣子就可以把他這個 動用警察權的東西洗掉 而且拉高藍綠對決 是有助於罷免的過程當中 藍軍說葉元支被王定宇欺負 所以我覺得葉元支很聰明 因為他也常常是我們這個通告上面的好朋友 然後常常出現在這個政論節目上中 他就知道說只要轉移焦點 洗掉動用警察權這個部分 然後再拉高藍綠對決 來保住他自己可能被罷免的狀況 所以從輕鳥的行動 我們看出很多有趣的事情都出來了 第一個 藍軍的立委真的不怕被罷免嗎 怕 我告訴你 連徐曉信都怕 不要以為說他嘴巴講得很勇敢 我不怕不怕 試試看 大家就來罷免他 看他怕不怕 怕 連副棍棋都怕 怕死了 他都怕 沒有一個不怕的 所以徐曉信他的動作也蠻多的 不過最近比較安靜 但是在這一個所謂復議案 大家在宣講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也故意要去製造什麼 製造藍綠對決的這一種態勢 那這個情況洪建議有碰到 建議這是怎麼一回事 咱應該是說 我們本來就是要針對 我們黨中央有希望 我們黨公職 可以針對一些所謂的 複議案部分 到街頭去講給人家聽 讓所有的民眾知道 什麼叫做複議案 內容是什麼 我們大概在三個禮拜前 因為我們的選組裡面 一個開刀 四個議員 一個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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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開刀很大小 我就跟俗華講 我們四個一起辦 給我們一起辦 已經挑好在之前的 永春捷運 那個都更案那個地方 那已經確定那個地方 是最好的出入口 那結果呢 在昨天下午 警察局突然通知說 他三點四十要到 許巧欣要去 那我們本來四點 他三點四十要到 所以我們就必須移到對面去 我們就改五點 那五點 他剛開始去的時候 是跟了沒有人 那沒有人的情況下 他自己在那裡說 說到謝龍介 他們都來 羅志強都來 包含傅崑的辦公室主任 也來了 說分貝完全拉高 對著我們在那邊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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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斜對角 所以他就是故意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第一時間點是故意的 第二個 我說一句實話 大家你說你的 我說我的 可是他的人一直跑過來 比手勢 我覺得這是民主 民主即是民進黨 民主即是國民黨 讓我感覺怎麼差這麼多 第二 說到葉原資的事情 我跟他講 葉原資常常 我們在友台遇到的時候 他的個性 其實都蠻樂天的啦 笑一下 你如果他點一下 點一下笑一下 但是這個事情 我個人認為 今天的電視台 在那邊要採訪 他是誰 是中天 那今天的中天的電視台 所以他看到王定宇 哇 機會來了就批了 其實我 據我瞭解起來 他是有心在那邊等的 在那裡等 大家說 電視台要來 他要在那裡說 那原則上 這有東西 他怕罷免的原因 是因為這次青鳥行動 都是年輕人 他在那輸贏兩千票 年輕人 如果針對 現在年輕人 都針對他 之前說動用警察權 把他列為目標之一 所以他非常怕 那在今天這個部分 他為了要明天 他們的集結 他想要告訴 所有支持藍軍的人 我越而言之 沒有你們說的那麼軟 我不是說 親親自在跟你說 所以他今天表現這樣子 無非 第一 他心裡真的害怕 第二 他想藉由王定宇的聲量 媒體的三分鐘 甚至於在藍軍的媒體裡面 他可以呈現 他其實是強悍的 避免未來真的被罵 發起罷免的同時 他可以變成藍綠對決 他還有機會過關 其實他的生活是這樣 所以看到了輕鳥行動 讓很多人講個實在話 可能他的行為會跳漿 會招惊 但是這背後到底代表了什麼 還有有人說他不怕罷免 其實他怕得要死 我們從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去看 所以那要罷免乾脆 如果罷免一個 你就要罷免五個 哇 好像你許小欣很厲害 那大家再來罷免許小欣 看他 看許小欣罷免那五個 然後這五個再來罷免那五個 乾脆就全面性的罷免 然後就變成全面性的改選 這樣也不錯 佑戸 我補免一下 許小欣怕不怕 各位 我的這張照片 這台車子是許小欣的宣傳車 他現在把他的貼紙全部拿掉 然後他一直在在宣導 宣導國會的事情 然後把他的宣傳 那個許小欣三個是全部拿掉 然後放麥克風 一直在我們松山信義區一直繞 一直繞 現在不是選舉的時候 他在繞什麼 他就是說可能在宣導 因為我們走過我們不聽得清楚 選民拍過來 許小欣今天早上 吳新街也跑 新義區也跑 五分埔也跑 他跑的目的就是他在宣導說 他的正當性 所以這個問題代表就是許小欣怕不怕 非常怕 所以他既然怕 我們就讓他怕到底 現在是網友這麼在講 網友認為他既然怕 那就讓他怕到底 因為大家要什麼樣 掃除黑心 所以這個蠻有意思的 所以範老師 看起來這些惡人 惡人不懂啦 不過我們要看一下國會的卓榮泰 剛剛我提到卓榮泰 傅君旗播前隔魁達詢的影片 問是否為藐視國會 卓榮泰說你花蓮縣議會的質詢也很精彩 一句話就播回去了 然後呢 卓榮泰 綠軍的立委說哇厲害厲害 從卓榮泰身上看到找到反制藍白 惡搞的方法 其實大家看到當這個是誰 傅君旗突然天外飛來一筆 要卓榮泰告訴耐總統說 耐總統你是中華民國總統 按憲法宣誓就職的 請不要再推兩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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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性性懶的走下咨詢臺 卓榮泰的回應說 請不要超過咨詢範圍 這個蠻有意思的 然後看到黃國昌想要入嗆 卓榮泰插嘴 律師說卓榮泰的回答四平八穩 所以黃國昌沒有辦法剪出 所謂被他電報的 這一種虛假的影片吧 黃國昌很會剪啊 我們再看 還有一個最糗的 徐新穎 國民黨的立委 他拿中共的武士現場說 人家中共的國會擁有調查權 卓榮泰說那不是學習的對象 何況他們的調查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為什麼六四天安門 他們不去調查一下呢 有聽到他們調查什麼天安門嗎 有嗎 所以拿這個來 只是讓自己難看而已 顯然在替中共宣傳 還有這個許宇貞 國民黨的不溫區立委 不溫區了吧 許宇貞 他問說兩國論 結果卓榮泰說飛到大陸 是從中華民國飛到中華民國嗎 黃宏輝問副議案有沒有信心 卓榮泰妙回說 哇 我很珍惜委員你這一票 所以換句話講 黃宏輝你如果投國民黨那一邊 那你就是不珍惜這一票 如果你要投行政院支持行政院 那這一票就很有價值 這個叫做兩刀三段論法 蠻有意思的 所以怎麼來看呢 我覺得卓榮泰的表現 真的是可圈可點 四兩波千斤 並沒有因為黃國昌的那樣的咄咄逼人 而被激怒 也沒有因為傅昆齊拍桌子 就感到畏懼或膽怯 表現得非常的成熟 而且談笑風聲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 好像孔明一樣的智慧 所以我覺得他的表現 真的是非常的優 那反而是看到國民黨跟黃國昌 這些立委們自撲其短 自取其辱 你剛剛講 你看傅昆齊他剪接了 當初這個蘇貞昌的一些在立法院 跟立委的一些工房 喂 你拿來質詢 這個現在的行政院長 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 我覺得很無聊 蘇貞昌是蘇貞昌 對不對 那跟現在的行政院長 毫無關係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要質詢 卓榮泰在這個問題 我覺得莫名其妙 而且卓榮泰也不是 蘇貞昌的閣員 也不是因為當初卓榮泰 也在立法院目睹了 蘇貞昌跟立委之間的互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無厘頭 第二個他說這個 你這個卓榮泰 你對國會要謙卑 那你之前你傅昌齊 在當花蓮縣現場 你在議會 你有對議員謙卑嗎 完全沒有謙卑 你對議員的質詢 你不理 而且就站在議事台上 就是不講話 用這個方式 甚至還動用議長 讓後來這個質詢的 這位民進黨的現議員 失去了質詢權 達到半年 莫名其妙 所以表示什麼 你難道因為現議員的數值 不如立法委員 或現議員的 他的這個層級 不是中央層級 你傅昌齊就可以藐視現議會 你就對現議會 沒有任何謙卑 然後到了立法院 叫做對立委謙卑 我覺得這是什麼邏輯 不管是現議員 不管是立法委員 都是我們人民一票票選出來的 都應該受到尊重 任何的首長 面對議員也好 立委也好 都應該謙卑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大小不同 可是在副根基點中 就是有不同 然後他還說 卓榮泰你要這個調和抵耐 調和抵耐不是行政院長的工作 是立法院院長的工作 是韓國瑜的工作 對不對 你幹嘛叫卓榮泰調和抵耐 我覺得這個也奇怪 也很奇怪 最後就是 為什麼到質詢後 他最後要把握最後的時間 他講了三次 不要搞兩國論 這個跟你今天要質詢的內容 完全無關 我們今天質詢 應該是針對副議案的問題來質詢 本來傅昆琦就已經歪樓了 後來更歪樓 講到兩岸關係 那你幹嘛 你是在向對岸表達說 我有在立法院提到 叫賴政府不要提兩國論 是在交差嗎 是在交業績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莫名其妙 那黃國昌也是 黃國昌奇怪 他本來他準備充分 他要質詢這個鄭明謙 法國部長 結果碰到軟釘子 因為鄭明謙立刻就回答他 他以為鄭明謙沒有這個能耐 結果剛好踢到鐵板 他就說鄭明謙 咆哮他 你插嘴插嘴 所以我覺得 這個等一下 我我要問一下 好像黃國昌只會講 你插嘴 不要插嘴 他好像只會講這個 其他都不會 他今天真的是被鄭明謙電報了 一樣是讀法律的 告訴你鄭明謙的法律素養比你黃國昌高太多了 人家的司法經驗 法律的經驗 真正實務的經驗 比你強一萬倍一千倍 哎呀 他以為 他以為說我是台大法律系的 這個鄭明謙是中心大學法商學院法律系的 他自認為他可能比較厲害 什麼台大一定比中心厲害 當然不是 我這一句話會讓中心很生氣 當然啊 當然啊 我們 中心把你優秀的校友 不過我為什麼講這個 我講個笑話給大家聽 有一個人啊 曾經有過這麼一件事 國民黨的 他選舉的時候 我台大了 他一直講台大了 後來人家講說 那這樣子好了 很優秀 台大畢業的都投給他 只要不是台大畢業的都不要投給他 這樣就好了 這樣好不好 好不好 台大畢業有很多人被抓去關的 不要以為台大畢業很行 台大法律系畢業的一大堆也是 所以說我覺得他這種 就跟柯文哲一樣 自以為是 對不對 柯文哲也是 哇 台大醫科很厲害 然後黃華尚言 我是留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法學博士 證明謙你那個碩士都沒有 用這種方式 他以為他可以完全掌控全局 可以電報這個證明謙 結果證明謙立刻回答所有的問題 搞到他自己不曉得怎麼辦 這個人斷片 然後只能不斷地說你不要插嘴 他除了不會講 華國昌除了講不要插嘴 還會講不要插隊 他只會講不要插隊 不知道是念小學的時候有什麼傷害 所以被插隊被插嘴 所以他就一到今天為止耿耿於懷 那在徐信營更好笑 他說中國的全國人大有調查權 但是有實施過嗎 中國的全國人大都是橡皮圖章 他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國位 全世界最好的憲法是哪個國家的憲法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所有的權力都給保障 強調各個民族益律平等 可是他有沒有實施 他對新疆的再教育營 他怎麼做的 他對香港的國安法怎麼做的 所以中國的憲法很完美 但他從來沒有實施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徐信營還在說 中國人大有調查權 不笑掉大牙 自負其短 虧他也還是什麼交大的土木博士 可能他是唸土木的 不懂這個法證 所以我真的覺得 讓他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國民黨這幾個立委的自負其短 不過我是覺得黃國昌是離譜 其實臺大法律系 當然是一流的 不過一流裡面也會出個不入流 我不客氣的講 一流學校裡面一定不會出不入流的嗎 會啦 臺大的法律系 也有人被抓去關 對不對 臺大法律系的教授 就有人被抓去關 怎麼沒有呢 當然優秀的是絕大部分 不過總之會碰到幾個不優秀的 所以董好 我講這個話是絕對很不客氣的 包括翁曉玲也一樣 不要你德國的 你會講德語了不起 學問是因為你要去做這個學問 但是不要拿來炫耀 你要把你學的東西 拿出來讓人民信服 這才是重點 不是用學歷兩個字來炫耀 所以從這裡來講 我發現青鳥行動 的確也讓這一些藍軍的立委緊張囉 當然會緊張 因為其實剛剛也是忍住 不想 因為我其實比較想講 從月圓資開始講起 月圓資啊 因為因為每一個禮拜都會有好幾天會坐在 月圓資的旁邊 或者旁邊在旁邊 這月圓資其實蠻焦慮的 他有什麼好焦慮的 因為因為他最他最好霸名 他最好被霸名 他不是最厲害 他有什麼好焦慮的 月圓資現在的問題是在於說 藍軍的人會覺得月圓資不夠不夠派 因為他在上一些節目的時候呢 其實就軟軟的 或者就是皮皮的 他跟徐曉欣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未來這半年 他會他會努力的經營他的仇恨值 因為有仇恨值以後 他才能夠讓他的選區的國民黨的選民 比較如果他真的被罷免 要明年一二月的時候 開始有人連署罷免 要提案的時候 才有可能有票投出來 所以所以未來的半年 我們應該可以看到月圓資 有一些特殊表現 基本上 基本上元資變 你意思說接下來就會特殊表現 特殊指的是跳架 還是招接 找人吵架 一定會 一定要做的 像南板許巧欣吧 所以到處找人吵架 或者累積仇恨值 或者他需要累積仇恨值 所以才能夠把藍軍動員出來 才能動員藍軍出來投票 他需要有動員的能量 因為 因為 所以他現在到處吵人吵架 他很會挑啊 他挑王帝宇 你看 挑要多準 馬上就有新聞 下一個我不知道他會討誰 下一個就挑林楚瑜 我覺得他會找沈柏洋 之類的 或者找其他的 因為男生找女生吵架 男生還是會吃虧 比較 因為人是 因為人是找女生吵架 我認為他會 他會找什麼樣 確實 你男生對女生 你不能有口出不禮貌 男生對男生沒有那麼多忌諱 不過人家許巧欣很不禮貌 他比中子也敢比 對 女性的器官也敢從他的嘴巴罵出來 什麼都敢 動作 所以 他都講 人家許巧欣都敢 巧欣敢我們不敢這樣子講 我們會抱歉 他不會抱歉喔 不會啊 小欣難過兩天掉一滴眼淚隔兩天就好了 他又出來再戰了 小欣在臉書上說他的好感度是第二名 對 你看他議場也敢睡對不對 睡完起來還講說他表決的是垃圾 然後還比中職 然後不雅都可以 結果人家好感度第二名 我就鼓勵他再接待 他說表決的法案是垃圾 垃圾法案 結果垃圾法案他還支持 然後他睡在垃圾法案旁邊 還帶枕頭 還帶棉被進去 睡在垃圾法案旁邊表決垃圾 這個人也很奇怪 這個也是罷免的對象吧 然後你從這一路看下來 像徐熙寅是我們新竹縣兩席立委 像徐熙寅剛好他當過黨主席 他叫民國黨 他當過黨主席 民國黨 他還曾經搭配過政府總統選舉 是不是 對 大家記得他發生他有過這些事情 然後又回到國民黨 那個事長 一場一陣子 交給我們 那邊 兩另外一陣子